12月21号 重庆动物园发布消息称 全球最长寿圈养雌性大熊猫 猩猩 已于12月8号13时25分去世 今年8月 重庆动物园才为猩猩定住了38岁生日 雌性大熊猫猩猩1982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雅安市保兴县 1983年6月被送到重庆动物园救助 已在重庆动物园生活了37年06个月 重庆动物园通报称 10月21号 星星开始试睡 不愿进食 22号 星星出现呼吸困难 咳嗽 站立不稳等情况 23号 星星开始出现腹胀 排便困难等情况 发现星星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后 重庆动物园多次邀请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的专家 对星星进行会诊 12月8号13时25分 星星经全力救治 无效死亡 据悉 近期重庆动物园多次组织专家 对星星进行解剖和病理切片 综合分析认为 星星由于高龄 多脏气衰竭 造成消化功能紊乱 低蛋白血症 激发消化到呼吸道感染 最终导致死亡 大熊猫的1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3至4岁 38岁的星星相当于人类年龄110至140岁 截至2019年底 星星共有后代153只 现存125只 分别居住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